好的 大家好 我是Austin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链上数据分析的第四讲 在正式讲之前就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Austin 之前在Web3里面主要是做互联网金融行业 在做数据挖掘方面的工作 主要是做定价风控和用户转化方面的一些工作 现在是一名Web3链上数据分析师 也是补静传社区的核心builder 然后现在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分析链上交易行为 我后续的话也会再分析链上数据分析课程的相关课程 今天我们讲的还是包括三部分内容 第一块是回顾这一个基础预法的查询 第二个的话是关于点表查询语句的一些了解 第三个的话是关于现在比交火的这个Layer Geo楼 交火的这个Layer Geo楼 然后这个项目的一些交互地址的这些分布查询 怎么用Circle去实现 OK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上次课的课程主要讲的一些语法内容 因为今天我会接着上次讲的这些语法 再进行一些结合使用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如果上周的话 我们主要是介绍了一些比较基本的这些语法 就比如说像Select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用于查询这些数据表 这样当中的一些数据一些字段 比如说一张表里面它有多个字段 那我们可能可以挑选出我们想要的一些字段出来就可以 那去这个Front表示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查询的这一个到底是哪一张数据表 那这里面的话就会这里面这个Front引出来的会有这一个 后续有这个表明 第三个的话是这个where 这个表示了我们在阿询当中 我们需要做一些筛选符合条件的一些数据 就在这里面比如说某个字段要大于某个值 它的这个语法基本就是接在这个Front后面 这个再接一个where 这一部分再加一个就是条件表达式 比如说某个字段大于某个值 或某个字段小的某个值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by这个表示了根据指定的这个列 进行一个分组 比如说某某一份数据底下 它可能会有比如说一个字段叫做 就比如说叫做学科吧 这个学科里面我们想去统计一下 它这里面到底可能就比如说有多少的这一个学生 那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学科字段 然后去到时候去做这个统计 接下去还有这个heving 这个heving字段基本就是在结合 这一个globy做这一个查询 就是说我们根据刚才说 比如说这一个学科下去统计 就是说这个学科里面的这一个 比如说拿这个学生可能就是个数 学生的这一个人数的可能比如说要大于10 那接下去都可以把对应的学科法给找出来了 对然后还有这个那这个的话主要是用于排序的一个作用 我们选到一份数据之后 那我们有点像就是需要在一个seal类似那样的一个操作 就可能会做一个升序 按据某一个字段 对某个字段进行一个升序或将序的一个排列 排列那我们就是会用这一个orderby 然后接下去orderby之后的话 它就会接上就是要排序的那一个字段 这里面就是可能会有这个sc 这个表示的就是一个升序排列 dsc这一个表示的就是一个降序的这个排列方式 OK